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动 别动 加入 加入 拿水车赶紧 你把妹子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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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6月5日下午6点左右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消防救援支队大理市大队古城消防救援站接到求助电话 三名游客被困于苍山峡谷深处的悬崖之上 处境危险 进退不得 只好拨打119求助 古城消防救援站接到求助后 立即启动救援预案 组成了一支十人搜救队 携带山岳救援器材装备 紧急出发赶往苍山 我们消防救援支队呢 专门在内部呢 组建了一支三月救援分队 那么这支分队的队员呢 都是经过挑选的 在体能方面 在基战术方面 比较合适三月救援的 三级指挥员杜俊杰 用手机与被困者取得联系 通过位置共享的方式 确定了对方被困的大概位置 他们位于苍山白鹤溪峡谷附近 由于白鹤溪峡谷 距离喜马潭所到的中站 七龙女池站比较近 所以搜救队决定 先搭乘所到到达七龙女池站 再从这里由高往低 向白鹤溪峡谷方向行进 从上午晚上搜索的话 视野比较开阔 另外就是我们在搜索的过程 一般使用最多的就是那个讲话 那我们从上面往下喊的话 它下面的人肯定听得比较清楚 从上往下的搜救路线 不仅可以提高搜寻目标的效率 同时也有利于在山间行进中 保存队员的体力控制消耗 队员们一边搜寻一边呼喊 同时用手机与被困人员保持联系 观察手机中的定位是否准确 晚上七点左右搜救队到达白鹤溪峡谷附近 这是手机位置共享所显示的地点 但是队员们从峡谷口向谷中喊话 却始终没有人回应 他们听不到我们的声音 那这个时候我们把那个位置共享 断开重新连 重新定位 通过再次位置共享 搜救队员发现 这一次的定位位置突然改变了 与之前多次确认过的定位坐标相差很大 参山上的信号包括定位信号 你在参山上定位 有可能会定到大力的海洞 新的定位显示 被困者所处的位置 在白鹤溪峡谷以北的绿域溪峡谷附近 从白鹤溪到绿域溪这一段路 可能应该在一个一公里左右 于是 搜救队立即调整路线 沿着苍山山腰的游览步道 预带云游路向绿域溪峡谷方向行进 有没有人 队员们不停朝谷底喊话 同时仔细观察峡谷中的情况 希望可以找到被困者的身影 这次搜救队员终于确认了被困人员的大概位置 他们就被困在绿域溪峡谷的谷底 此时已经将近晚上八点钟 过不了多久 天就要黑下来了 救援行动必须马上进行 有海拔高的原因 加上苍山的地主高原 真正爬到山里面 那么气温是很低的 夜间苍山的气温它会骤降 非常的寒冷 那么人就会 咱们说的就会冻死 也是因为身体失温而死 搜救队必须抓紧时间 尽快到达被困人员身边 但是 这三个人被困的位置 属于苍山的原始区域 没有开发过 有点是可以肯定的 没有路 没有路能到达他们所在的位置 所以当时我们也一直在跟他们说 别动 一直也在跟他们鼓励他们 我们来了来了 三个年轻人被困在绿域溪谷底 如何用最快的速度赶到他们身边 搜救队中出现了两种 不同的意见 假如从搜救队所处的位置出发 沿三名被困人员走过的路线 去到他们被困位置 队员们需要背负装备 在情况复杂的山路上 徒步五个多小时耗时费力 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离他们是非常近的 无非就是我们在山上他们在山下 从定位的角度上来看 可能有个两百多米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 他们所给我们描述的那个地方 我们下不去 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点 最后搜救队决定 从山脊的背坡迂回向下 进入到沧山的原始丛林中 开出一条路来向谷底进发 快点啊 注意脚底下 好 就是由指导员开路嘛 它是相当于是探路的 挂到了挂到了 等一下 沧山的原始丛林 直被茂盛繁蜜 越往深处走 越难以行进 好 走 继续 继续 这边可以走 可以下来 OK OK 牵连交错的枝条 提议挡住视线 使人难以变清去路 而丛林中 日积月累形成的厚厚的腐质质层 松软湿滑 也掩盖住了掩藏旗下未知的危险 全部是那种腐质层 而且特别厚 就是一脚踩下去 就陷进去那个 它土质比较松的 上面的那些石头也是比较松 随便踩就掉下去了 这里山坡的倾斜度达六七十度 在这么陡峭的山坡上行进 队员们要手脚并用 竭力保持身体的平衡 同时还要警惕脚下的湿滑 和松脱的石块 谨慎小心地探步前进 队员们每迈出一步 都万分小心 但是还是有队员 不是踩空下滑了 还好前面一个兄弟 反应比较快 然后就用 就一手一抓 就刚好就抓到了 他那个救援服 外面那个腰带 就给他扯住了 对不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行进 搜救队员们终于接近了被困人员 啊 来了 你们在哪里 那边 哪边 哪边 好 下来了 来了 他看到我们了 可以 我们这里看到 你位 在我们的位置比早的话要靠三 两本米到三本米左右 峡谷最底部可能无法到达被困人员所在的巨石 搜救队试着迂回绕到崖壁上略高于巨石的位置 然后再想办法从崖壁上下到巨石上 但是当搜救队员到达崖壁上略高于巨石的位置时 他们却发现 崖壁与巨石之间还隔着二三十米的距离 无法利用绳索过去 爬到石块上打灯 他们在下面就给我们打电话了 就是说看到我们灯光了 但是我们往前打灯 往下打灯 发现什么都看不到 全是空的 前面就是我们踩的这个地方 它底下是空的 我们往下看 是看不见任何东西的 第一我们遭到树就证明我们可以看到底 如果没遭到树下面是海的 就证明这个是看不到谷底了 而且是很深的 搜救队和被困人员之间 虽然只相距几十米 却隔着悬崖和深谷 搜救队必须另寻他路 搜救队决定下到峡谷底部 再想办法从谷底到达巨石上 6月5日晚上10点20分左右 搜救队终于到达了绿域西峡谷的底部 我看你等了 虽然想要到达巨石的位置 还需要不断翻越攀爬 遍布在谷底溪流中的巨石 但此时搜救队员们觉得胜利在望 不断用声音 鼓励着巨石上焦急的被困人员 最大音音声 马上到了 马上到了 然而 当搜救队员到达巨石下面后 他们发现巨石距离谷底有30多米高的距离 人在上面 爬不上去 现在正在想办法 现场进行了全面的勘察 我左手边的山峰 有一个地方是跟他们所在的巨石是相连的 经过现场勘察 搜救队最终决定将10名队员分成两组 第一组顺着峡谷南侧山峰的山脊向上攀爬 这是唯一能到达那块巨石上的路 到达峰顶后 再往被困者所处位置靠近 第二组在谷底 每隔几十米站一个人 观察山崖地形和山势 以灯光为参照 确认第一小组所在的位置 并为他们指引行进方向 避免避命 看我的灯光 我现在在哪里 我排一下 人不能走 不要往前走 不要往前走 那个地方是空的 退退退往后退 飞柜员在你们的左前方 大概20米的位置 前面悬崖往后退 那是鞋不好空的 好的明白明白 非常陡下的一个断笔 越到往上越陡峭 因为它是个断壁悬崖 一失足掉下来 那后果不堪失去 我在前面踏路 基本上就是连轨带旁 一只手可能 可能就是拉着一个树枝 如果说是我下去踏路 万一这个条路行不通 行不通的话 我们现在这个绳索 他们可以就是四个人 可以把我拉上来 收到 收到 开场 看一下我们现在什么位置 能看到我的灯光吗 你被困人的话还是比较远 你们还要往前面走 继续往上走 我们现在要往哪个方向走 那个你给我打个灯 好的好的 你要往上走 你看我的灯光 我自己然后踩空了以后 抓的地方也断了 然后滚下去以后 被我队友包拉住 因为我在下面 给他们指路的时候 我在队长机喊排长 喊了好多声 他没反应 然后突然过了一会儿 另外一个队员回的我 说排长掉到下面去了 掉到下面掉下去了 然后队长机丢了 经过一番惊险和周折 第一艘救小组的队员们 到达一处悬崖 距离被困人员所在的巨石 六七米 他们通过锁匠 到达了巨石上 见到那个被困人的时候 当时他们三个已经是 在那冷的呢 都被那个洞的瑟瑟发烫 白天 白天那山谷里面 那些水都是冰的 到达巨石后 救援行动迅速展开 谷底的队员和巨石上的队员 从各自的角度观察巨石 及其周围的环境地形 从巨石上 受光线和角度限制 队员们只能看到 下方五六米的地方 还有一块大石 谷底队员反馈 这块大石 距谷底有三十米左右的落差 根据巨石上的情况 搜救队员准备用锁降的方式 将被困人员转移到谷底 离那个事态最近的地方 找了几根大树 然后做了那个支点 又通过找了几个巨石 做了保护支点 确保这个下降的方式 能够绝对安全 搜救的队员们 都具有丰富的野外救援经验 待人锁降 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 但这次要在黑暗中 从巨石上所降 还是给他们出了个难题 但是也有考虑到 就下面是悬空的 所以过转角的这个地方 肯定非常难 就绳索的受力方向 已经被这个转角的地方改变了 在这个点发生冲坠 或者发生这种冲击力 很容易就把绳索给损伤到 或者就是出现绳索断裂 这种情况 这种特殊条件下的锁降 对搜救队员的技术和心理 都是一种挑战和考验 经过研判 搜救队决定 由苏子森带三个被困人员中 体重最轻的女孩最先锁降 同时在下降过程中 观察四周环境 反馈给之后带人锁降的 其他队员 一般情况下 搜救队采用被救人员 与救援队员身体正面相对的 固定方式进行锁降 但由于这次情况特殊 采用何种固定方式 搜救队进行了几次尝试 就很高嘛 然后感觉也很危险 但是就那个时候 就什么都不怕 就感觉就一点都不怕 相信就觉得就会安全的 最后苏子森与被困女孩采用的是 身体正面相对的固定方式进行锁降 基本上就扶您的 东方搜救队 不要十分之后 肯定上的最后 后方进行锁降 早会稍微晃 合理 去睡吧 还有 你会 走 这 还得上 小 kardeş 锁降很顺利 两人安全到达谷底 但苏子森觉得 由于巨石本身有部分悬空 如果换成背后固定的方式进行锁降 安全性会更高 因此后面的两名男生都采用了 在搜救队员背后进行固定的方式做了锁降 同样也安全地转移到了谷底 此时已经是6月6日凌晨三点多了 不过所有人想要走出峡谷 还要沿着溪流一直走两三公里 夜间的溪水冰凉湍急 暗藏危险 即使有强光手电筒照明 峡谷中的黑暗还是让人提心吊胆 遍布溪水中大大小小的石块 更是令脚下步步惊心 不过搜救队员们分工明确 有的探路 有的接应 有的保护 彼此默契协作 在漆黑的山谷中 开辟出了一条安全通道 6月6日凌晨6点左右 经过12个小时的跋涉 搜救队终于护送三名被困人员 走出了峡谷 经验吧 第二个就是自己的 对自己的信心 还有后边这些人 第一次救队员的话 直接是很害怕的 也不知道怎么叫那些老板 带着嘛 那个时候 旁边做个佛咒吧 慢慢的慢慢的 救队员多了就 经验也就积累了 我们从空中 看苍山 应该说只看到一片森林 对下面的情况呢 只有到实地才能看得到 其实都必须要靠人走道 在针对苍山救援的日常训练中 在高海拔环境中 负重徒步的体能训练 熟悉苍山不同海拔的地貌环境 地形 路线 天气情况等 都是最基础且必要的训练科目 面对苍山中各种各样的 复杂环境和地形 队员们需要共同协作 一起应对和解决可能出现的情况 艰苦的日常训练 大大提高了队员之间的默契和团队精神 人员的定位搜索 特别夜间的一些搜索 包括我们湿滑路面的行走 V行 梯行就远 小小空间作业 横渡 攀爬 这些科目呢 都是我们日常的一些训练科目 苍山作为大理著名的景区 每年吸引数十万游客 然而 在其巍峨的外表下 也蕴含着大自然强悍的力量 茫茫苍山吞噬过数百条生命 其中不乏经验丰富的登山客 此次被困的三个年轻人 以为沿着溪流走 就能用更短的时间下山 但是 这恰恰是他们犯的最大的 也是最典型的一个错误 他以为当时地窍运动的原因 溪流中间会形成多处的 高度比较高的这种断崖 悬崖 所以很多旅游 他们也都是按照常规的 这种野外的一些经验 顺着溪流往下走 结果就会被困在悬崖处 多年来 搜救队员一次次登上 沧山一次次深入险境 将被困者们平安救出 或者将不幸遇难者的遗体 带出沧山 送他们回家 但是事后 要是问问我们的队员 他们事后也会后怕 但因为都是普通人 请问一下 只要突然过 那肯定是勇往之下 因为你穿了这衣服 你就已经不是一个平民的 平民白心 你还是 你是要保护平民白心的人 没有放弃的 只要出去的 就接到任务开始去 就没有后退的 接到救援了 只有把人拿出来了 才算是完整的 搜救队员之间 无条件信任彼此 这种信任是建立在无数次任务 出生入死和同心协力之上的 我们也愿意无条件信任他们 每当我们需要 他们总能及时出现 帮我们脱离危机和险境 生命只有一次 希望这些可爱的人 在守护他人生命的同时 也都能平安归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